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非常荣幸有机会来介绍我们彭峰科技 在Risk5 HPC领域方面的工作 本报告主要是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来回顾一下计算机体结构的新的黄金时代 一提到高性能计算 我们可能就会想到CPU加GPU这种异构平台 实际上在2020年的时候 就有一台纯ARM CPU打造的高性能计算机 登顶了全球Top500的第一名 这就是由日本富士通打造的富裕计算机 富裕计算机主要是通过这种综合的ARM芯片 加上大规模的机群技术 还有高效的高性能计算软件的优化 来达到了较高的性能 然后除此呢 它也通过了这些领域的库啊 框架啊 然后开发平台 也完成了这些的应用性的这个目标 那对于这个富裕计算机 其实就是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富裕用这种ARM的指定机来打造自己的高性能处理器 而不是最终登顶了Top500的第一名 而不是说去购买这种商业化的X86的CPU来做这个事情呢 其实答案就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个如果还是采用传统的方法 用传统的X86的CPU的成品 然后搭建传统的CPU的集群 其实是因为性能 因为功耗的限制 其实是没办法在Top500上取得比较高的名次的 这就是要求我们要做大量的创新 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这也是正式现在这个计算机体结构的 这个黄金时代的这个状态 相比X86更加开放的Race5 相比X86更加开放的ARM 然后复阅已经证明了 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个事情的 如果说我们进一步往前推 相比ARM又进一步开放的Race5指令机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想象这是更容易的去做这种 处理器的架构的研究 计算机体系研究 还有大规模并行计算技术的研究的 互相的融合 从而更方便的去做这种提供更高的算力 让科学家获得这个算力和使用这个算力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重要的趋势 所以说我们相信 在大模型大算力这种需求的推动下 Race5将是唯一打通CPU GPU和DSP 三类处理器通应用指令机 实现这种高效的算力和敏捷的应用 我们相信未来Race5必然会在计算领域 占据显著的位置 所以说我们就第一个来吃螃蟹 来打造了这个Race5的高密度的计算类服务器 这个彭丰 我们的这个恒山系列服务器 是由我们彭丰科技和中科计算技术西部研究院联合研发 正好系员的段院长也来到了现场 OK 我就拿一下吧 OK 这个是我们的恒山主板 比较长有点大 不过这个非常的刚刚的拿到了现场 我们拿到这里 这里这颗的我们的恒山的主板 是上面搭载了两颗的这个算能的SG2042芯片 然后中间呢是采用了CCRX网络的互联 然后它是一个共享内存的一个的结构 它整个呢在这块的恒山主板上达到了128个Race5的处理器核心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的这个恒山主板一共是有八个内存插槽 可以达到256GB的这个内存的容量 除此之外 我们这里边还有每每每个CPU还都连接了一个这个PCIe4.0的一个的插槽 整个主板呢一共呢是有两个PCIe4.0 这个的算力上是一个非常强的一块的主板 好 帮我拿一下这个 好 谢谢 拿下去就可以了 谢谢 在这个恒山主板的这个基础上 我们研发了这个恒山的服务器 这是一个1.5U机箱 整机的图片就在这个这张图的右下中间所示 这一个机箱呢是可以插着两块的恒山主板 然后整机呢是一共提供了四颗算能的CPU 总体上呢是达到了256核 然后整机达到了双精度4TFLOP的通用算力 这是还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的通用的计算能力 除了这个硬件的方面的话 我们在软件上也预装了彭峰的Profi MPL的高性能数学库 还有Profi SPY的一个下一代的一个科学计算平台 同时呢 彭峰科技也在进一步推进Race5计算软件站的生态建设 因为这个好码还需要配好安 才能真正的发挥出来这个应用的这些的性能 把这个Race5的性能发挥出来 具体来说这就是两个部分 一个呢就是这个高性能的数学库 包括这些稠密啊 稀疏啊 FFT啊 信号处理啊 还有一些AI应用的这些的计算的模块库和我们的框架 以及大规模并行的一个的环境 通过我们的这个计算软件站的支持 我们希望来支持开源 还有其他的国产的科学软件工业软件以及AI应用 能在Race5的服务器上高效地执行 在这个性能的这方面以外的话 我们也更加的关注在应用性 因为这个能让这个服务器更良好的工作 更方便的使用也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说我们想开发了相应的一些的管理平台 和我们的集成开发的一个软件平台 能让这个工程师 科学家更方便的使用Race5 我们在这个开发平台上 我们也在尝试对接一些AIGC的模型 来借助这些AI的这些大模型 来让这些开发更加的容易 除了这些平台以外的话 我们其实也在持续的移植很多的这些主流的测试软件 我们希望来推出 我们近期会推出我们Race5服务器的一个的性能评测的白皮书 来作为我们企业内部的一个标准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白皮书来持续的跟踪Race5 在计算领域的一个的真实的算力 来去今天是相对于是今年是开始嘛 我们希望能持续的看看明年后年到2025到2030 我们的Race5的算力的发展的一个情况 OK 第三个块就是我们对于Race5 HPC未来的展望了嘛 在这里边我们邀请大家在六月份的时候 我们能再一次相聚重庆 来参加我们的这个Race5服务器的这个发布的活动 我们今年会搭建这个Race5服务器的一个小规模集群 来搭建Race5的一个统一的算力网络的验证平台 好 谢谢各位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